寄城登記 速戰搞定 大家好 我是金鐘哥 桃園市有將近1370公頃的土地 沒有人寄城 面積相當於五分之二個桃園區大 市值超過965億 還沒辦寄城嗎? 不知道怎麼辦嗎? 想知道怎麼辦嗎? 跟著特派員 寄城登記 四戰就搞定 大家好 我是地震特派員 宿涵 我是阿中 寄城登記 四戰搞定 第一戰 戶政事務所 首先 到戶政事務所申請屬戶成本 以及全體寄城人的戶籍成本 如果要協議分配遺產的話 也要申請硬件證明喔 第二戰 國稅局 是的 到國稅局零貴申報遺產稅 你也可以利用資產人憑證 健保堂 線上申報 及繳納遺產稅喔 第三戰 地方稅務局 查驗有沒有欠繳 地價數及房屋稅 提醒您 討論是各地震事務所 都會有設置稅務局 注點櫃台 可以辦理查獻稅 另外 如果您提供遺產稅證明出案號 也可以由地震事務所 使用不動產移轉地震事服務 線上查驗簽稅喔 第四戰 地震事務所 繼承人可以向本市任意地震事務所 申辦繼承登記 需要分配的文件表單 及填寫範例 可以掃描QR Code 下桌喔 大家都了解繼承登記了嗎 另外 如果繼承人太多 聯繫不到 或是繼承方式 暫時還沒有共識的時候 別擔心 可以先由其中的一位繼承人 出面辦理 共同共有登記 也能守護主產 保障權益 想知道更多資訊 請至本局官網或掃描QR Code 就可以連結進入囉 出面了 出面了 出面了